全油管最快新闻 库尔斯克州战事胶着 俄军在顿涅茨克方向加强攻势 根据最新的消息 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遭到大规模袭击 这是特别计划的一部分 以防止俄军利用这些机场对前线和乌克兰城市进行攻击 从俄军的调动来看 俄军没有大量抽调乌东前线的作战部队 而是派遣了大量义务兵支援库尔斯克州 乌东前线只抽调了一小部分特种部队和作战任务不重的部队 这意味着义务兵缺乏实战经验 对俄乌冲突残酷性没有切身体会 8月10日 库尔斯克州雷尔斯克附近的一支密集行军的俄军增援摩托化分队 遭到乌军海马斯远程火箭炮的火力覆盖造成严重损失 目前整个库尔斯克州战线处于防御态势 俄军还在离边境40公里处挖掘战壕和建设攻势 初期各方调遣过来的兵力在指挥 作战协同和通讯等方面也暴露了问题 因此未来一段时间 俄军和乌军在这一区域的战事还会处于胶着的状态 尽管如此 俄军似乎不打算因为库尔斯克战事而影响俄军正在进行的夏季攻势 尤其是顿涅茨克方向的作战 可能是为了给乌军更大的压力 这几天 俄军在顿涅茨克加强了攻势 最令人关注的地点就是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进攻 该地是顿涅茨克州重要的铁路和公路枢纽之一 也是该地的重要工业和能源重镇一旦失守 对顿涅茨克州战局有重大影响 目前俄军距离波克罗夫斯克约15公里 这个距离已经完全进入了俄军的炮火覆盖范围 据媒体报道 部署在顿涅茨克的一支乌军部队发言人透露 自乌军对库尔斯克发动攻势以来 乌东前线战区的情况变得更糟 乌军或分配的弹药比以前来得少 俄军则步步推进 有分析认为 乌军短期内在库尔斯克方向的辉煌胜利 掩盖了波克罗夫斯克日益恶劣的战况 在乌军人员短缺的背景下 进攻库尔斯克会使乌军在其他战线本已糟糕的形势恶化 从现在战事来看 俄军已经接受了乌军在库尔斯克州有短暂军事优势的事实 不求速战速决将乌军打出国境 一方面加快调整军事部署 部署防御攻势 保证核电站控制权的情况与乌军作战 另一方面借助自身空天军和无人机方面的优势 持续杀伤跨境攻击乌军有升力量 并且加强在顿涅茨克方向的攻势 减轻库尔斯克州方向的军事压力 可以预计 未来一段时间 俄乌双方将在库尔斯克州展开激烈的较量 乌军能否保住这个筹码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本新闻报道了库尔斯克州战事胶着的情况 以及俄军在顿涅茨克方向加强攻势的情况 虽然乌军在库尔斯克州取得了短暂的军事胜利 但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况却变得日益恶劣 在这种背景下 俄军继续进行夏季攻势 尤其是在顿涅茨克方向 有分析认为 乌军进攻库尔斯克会使他们在其他战线的形势恶化 这一新闻报道了当前战事的复杂情况 并预测了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发生的较量和冲突 订阅新闻集速地 最先知晓天下时